大家好 我是李沁 在這邊看到在畫畫的這個人就是我 那很高興議長可以邀請我來畫這張 掛在迎賓市的基隆三十六景 眼前這位現年二十三歲 充滿朝氣活力的年輕女設計師兼畫家李沁 就是這幅高掛在基隆市議會議長市會客室裡面 被稱作基隆版的親民上合圖的作者 充滿創意的她不吝嗇 讓自己客串一下把自己也畫在畫裡面 而這幅基隆三十六景其實有一個很有趣又困難的挑戰 對 就是我們要把基隆這一個城市 它所有精彩的景色全部都容納在這一個 450公分乘以150公分的平面的畫面裡面 對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構圖裡面呢 很多景點它的角度其實不是共用一個透視 它其實是經過設計的編排 然後把它拼接在一起 然後都把它最有趣最有辨識度的那個角度 就是傳遞給館者 對 不只基隆港口景色也有基隆廟口以及著名的 慶安宮 媽祖廟 委託行 中正公園天鵝洞 以及海科館等包括基隆著名的景點地景慶典活動 總共三十六項足以代表基隆市的景致都濃縮在這幅 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圖裡面 要畫出這幅450公分乘以150公分的巨型壓克力畫非常不簡單 李慶說因為畫實在太大 它足足跪了兩個月來完成這幅畫作 這幅畫的齒幅太大了 那我沒有辦法說在家裡空間沒有辦法掛在牆壁上 我只能把它平鋪在地板 那我就是用跪著的方式來一筆一筆的把它畫出來 對 畫到齒神經麻掉 那後來就有去打針 那休息現在也比較好 所以是可以畫下一張喔 這幅三十六頸它是用壓克力來畫成的 那其實壓克力的顏料它也是一種可以厚圖的一種媒介 只是它是相對更快乾 然後在我的使用上 我會覺得它的顏色比較飽滿 然後搭配上呢 我是使用胚布去繪製 就是說我沒有另外去做打底或是買現成的畫布 就是用很粗糙的表面上面就直接上了壓克力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是故意讓它這樣呈現一種基隆的粗糙 或說深層比較深層又飽滿的顏色 所以這個視覺想要呈現的風格跟美材 都是特別為了呈現基隆的感覺所以去設計的 李慶非常感謝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子委的賞識和信任以及建議 讓它自由創作這幅畫 可以畫出充滿基隆味道的三十六景 介紹給來自國內外的貴賓們 在會制的時候我有特別去觀察我們基隆的可能是鐵鏽的顏色 海的顏色或者一些地面氣味的顏色 要怎麼樣用顏色把它表現出來 然後所以這次才有特別的用心 然後希望大家在觀賞的時候可以感覺到說 這個顏色好像滿有味道滿有一個基隆這個城市的韻味 議長同子委表示和李慶認識在上一屆還在擔任議員時期 李慶當時還是大學生 但是看中李慶這位年輕人滿滿的創意和能力 幾個月前特地邀請他來畫這幅名為基隆三十六景的壓克力畫作 也讓童之位非常滿意 我的想法是畫了一幅基隆的一些地圖 讓我方便可以介紹給我們的外國來賓 或是其他縣市的長官好朋友 可以方便介紹我們基隆 那我就想到了這個我在上一屆擔任議員的時候 我認識的這位小朋友叫做李慶 那時候他讀大學 他來找我拍一個手指的一個影片 那時候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天才 因為他要得獎 他去參加世界級的比賽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有這個機會 再邀請他在我們的議長室 來放一幅基隆的屬於我們自己專屬的地圖 那因為他是我們非常重要地方創生的一個環節 我們一直以來 就是希望我們在地的年輕人有機會 在地可以發展跟發揮 所以我們就希望他可以幫我們畫一幅很不錯的畫作 事實上成功的證明了 外賓來都為之一亮 那也把我們基隆的36個景色 非常重要的景色可以凸顯出來 而且又帶了一點趣味 然後也把我們的文化歷史 還有我們的文化底蘊都放在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展現 那也謝謝李慶 願意我們提供給我們基隆市議會 這麼棒的一個畫作 讓我們來提供給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國寶及宋朝繪製的清明上河圖 由故宮收藏享譽國際 而被稱為基隆版的清明上河圖 則是在基隆市議會議長室會客室裡面 作者李慶很謙虛地表示非常榮耀 感謝大家的讚美 首先我很榮幸 然後也覺得很開心 大家有感覺到我想要傳達的這種 記錄基隆當下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它生活的樣貌 這一個意圖 它其實這恰恰就是基隆36景想要傳達的 也是希望說透過一個畫作 可以把我們現在的生活景象可以記錄下來 雖然繪畫方式歷史價值完全不能比較 不過意境內容是類似的 同樣是紀錄當代基隆市民的生活方式 建築以及著名的景點和地景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